大军委员您好 我还记得您以前告诉我说原住民的声音要非常的大 要非常的坚持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总统府前面的一个运动 这句话激励了我 一直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忘记您对我说过的话 还有对我们族人说过的话 所以到现在我非常大声 我也很坚持 可是也有很大的无力感跟无奈 您这个现在文化部里面 你说有一个村落文化扎根 总共要有7835个村 是有包括原住民村吗 高建委员第一个 这个7835 您也知道我们不可能用这么有限的资源 说号称7835村落都会得到一定的资源 这是主要是做一个激励 我们所有的同仁要把这个村落紧紧的放在心里 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那第二个原住民当然在我们的心里 有在这里面吗 7835也在 请问一下这个7835是按照县府的资料送上来呢 还是文化部你们自己会到地方上去看 是不是具有一些成型的 或者是我们只要推他一把 他就可以往上走的 你们这个7835是怎么调查出来的 这个数字是从内政部取来的 就是现在整个的台湾的行政区的划分里头 最小的单位 就是说最接近泥土的单位 是一共7835个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数字 内政部的数字当做一个标志 对 好我想建议了 部长 因为您跟原住民的接触也非常的多 然后我相信你应该也清楚知道 其实呢原住民族的几个部落 我们有一些艺术家 其实呢还有文化工作者 在部落其实已经奉献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他们跟县府要资源也要不到 那通常绝大部分他们都是勒紧自己的裤带 自己在做一些 部落文化工作跟传承的工作 所以本席建议 是不是在文化部里面 这个所谓的7835 有一个窗口 我们可以直接来跟原住民的部落怎么样连上线 有没有可能 这个我们当然是可以去讨论一下 但是跟委员解释的是说 我是觉得我们要扶植原住民艺术家 并不是只是单一一个司或者一个科去做 他这个进服住的精神 其实渗透在我们所有的司里头 我跟你举例说明 当我到温哥华去跟温哥华的哥伦比亚大学 去谈合作案的时候 然后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原住民相关的博物馆 以及博物馆的人才跟他形成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第二个是当我在跟瓜地马拉 在谈艺术村跟艺术家跟文学家的交换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出来的是要有原住民的艺术家被送到国际去 所以他几乎是渗透在我们所有的措施里面 这样子了部长 是因为其实如果说是渗透部会里面 以本席在立法院这十一年的经验 部长您真的要管的事情非常的多 那如果他是渗透到每一个部 你们里面的科室这样子去弄的话 其实会很困难 本席会建议 就好像现在我刚才从交通部观光局过来 交通部观光局呢也特别要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他会成立一个原住民推动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本席也建议由我们文化部加入 不知道部长您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交通部的事情我不知道 好你看 所以呢事实上呢已经邀请你们文化部参与了 所以我要说的是部长 您要处理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连这个小事情你看你们部会里面就没有人告诉您 可见的对于原住民的事物其实是不是那么关心 所以本席会建议哦 是不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原住民其实很简单 原住民就55个乡 55个乡呢 30个山地乡 25个平地乡 然后30个山地乡里面呢 他跨了12个县市 这12个县市里头如果要以村跟部落来说的话 30个山地乡总共有270多个部落 其实不困难的部长 所以本席要讲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文化部跟我们的交通部的观光局 跟我们的文件会 跟我们的那个原民会 还有跟我们的老委会 可以横向做一个协调的话 其实原住民就这个55个乡啊 不困难 所以本席要讲的是 我们可不可以资源整合 我们可以不可以政策一贯的落实 比如我讲一个例子 老委会有对于原住民地区的既职训练 跟文化补助 所以我在说 当我们补助这些东西的同时 当我们训练这些既职人员的同时 如果可以跟我们的产业连上线 其实他就可以马上可以活起来 而不要把我们的资源给分散掉 所以本席建议就是当你7835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几个示范点 那这个示范点其实原民会手上都有资料 本席手上就有资料了 比如我讲 北泰亚地区可能有几个工作坊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他需要我们的观光局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观光产业的链里面把观光客引进去 但是要把观光客引进去的同时 你地方的产业文化的产业要出来 是不是我们的文化部在这个部分就可以加点力量 我们的老委会就可以加点力量 所以本席要讲的是我们能不能各部会 对于原住民地区不要打散了 我们集中 集中来的话 其实他很快就可以看到他的进步 那例如我再讲一个例子 像我们原民会 真的很辛苦 不晓得这个 那个主委有没有跟我们的部长您做沟通过 有没有 我们是老朋友 但是因为我们正在大主改 我们自己他大概体谅我们在排山倒海的工作状态 对 所以还没有 好 那部长跟您解释一下 原民会对于我们的文化产业的部分 一年编了多少 九千万而已 九千万呢叫做文化维护发展 然后九千万里面呢 绝大部分是业务费 就是我们的行政人员的费用 我把它这样扣一扣 我们的原民会 对于原住民的文化发展的产业的费用 一年大概只有五千万 部长 五千万而已 要做到十四个原住民的族群 还有五十五个乡 把它算起来的话 可能有将近一千个原住民的部落 当你看到这个所谓的文化发展的基金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会可以看到 为什么原住民部落的文化发展这么样的脆弱 而你可能会想 县政府可能会编列预算啊 部长你应该也清楚知道 原住民的地区 地广 我们的原住民的人口 没有办法影响一个县制首长的产生 所以我们县市首长宁可把他的钱放烟火啊 眼睛看得到啊 对他的选票多的地方啊 把资源放下去 于是乎原住民的部落又没有人管 那所以呢 文化部就是我们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一个 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 可以依靠的一个部会 所以本席看了您的很 今天的很多的报告啊 那我就开始有点忧心跟担心 部长纵使您对原住民 在了解 你也很想协助我们 可是在你的部会里面没有一个窗口 直接跟您报告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您是会被遗漏的 因为您的工作真的太多了 举凡整个台湾的文化 影视的文化都要在你身上 两岸的交流 国际的交流都要 所以本席真的建议哦 是不是你们有一个窗口 可以留给留作原住民 然后作为你各局处里面的整合的一个窗口 要不然的话 我们立法委员每一个都要到你们各局处去的话 其实是很辛苦的 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面思考 部长 委员这样好不好 我想您清楚我对原住民原来的一路重视 我了解 而且甚至于在我们的预算 以及我们各司的业务里头 对原住民其实也蛮重视的 就包括我讲连艺术村 住村跟送到国际 我都有特别提起过的重视 那您所做的建议 我带回去跟同仁商量一下 了解一下说怎么样是 对原住民的辅助部分它虽然是重要的散置在各个司里头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整合 是 一个座 我们待会去商量 好吗部长 商讨一下 好 因为本席真的是认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窗口 然后这个窗口可以直接跟您报告 要不然的话部长你每一个司每一个科都要去弄 其实你也是很辛苦的 那如果有这个窗口可以整合 其实我们会很快看到 原住民部落的艺术跟文化 它马上就起来 我相信这也是您任内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边有一个培育四个国家表演团队参与国际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排斥原住民文化其实是最代表台湾文化的 一个象征吧 呃 委员对不起 我的了解是哪一项预算 所以不好意思 好 麻烦一下你们的这个102年度施政计划里面的第六页 第九小项吧应该 在文化部全面启动全球布局行动方案的同时 推断文化部所属的四个国家表演团队参与国际重要的艺术节 这四个里面有没有属于原住民的团队 不我知道了 这个四个属于文化部的表演团队 它指的是我们传艺中心下面的比如说国光 还有我们的国乐团等等 还有国立交响乐团 对 这四个是原来的 对 所属 好 部长 我想呢 最能够代表台湾到国际上去的 大家应该不会否决原住民的文化吧 应该不会 因为真正最代表最凸显台湾的特色就是原住民的文化 那像敏克啊其实在大陆上都有 在在呃所以呢最代表台湾的本席建议 是不是你们可以多增加一个来培育一下一个真的原住民的团队可以出去代表国家 呃委员我们对于支持原住民透过补助跟奖励的方式 呃对他们的补助是本来就一直在做的 那包括包括乐团 包括独立乐团 独立音乐的乐团 那呃把他们送到香港去演出啊这些都有在做 那至于说如果您指的是说另外独立设一个国家表演团队像国光呃国家家团乐团 那就完全是牵涉到经费的问题 呃部长我提醒您哦这是马英九在竞选了的白皮书 他说他要成立 而且要培植一个原住民的国际团队代表台湾 所以您刚刚说这是谁在负责的 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来跟我做个报告 呃哪一项是谁 就是我说的这个国家你们的表演团队 哦这个是我们的传译中心在伊兰 传译中心是不是谁 传译中心是谁可以上来 传译中心是方主任 好方主任来麻烦一下 部长哦在他还没有上来之前我提醒您哈 在文化部还没有成立之前是叫文件会 本席呢一直要求文件会提供资料给本席作为在原住民地区培养我们的团呃这个艺术团队的资料完全不提供 所以呢一直以来我非常对于文件会哦在立法院本席真的是要提出最深的抗议 所以一直以来到现在并没有培植一个原住民的国际的文化团队 所以本席希望部长您上任了以后能够培植训练 其实现在有啦是不是那个主任 呃 你们只是没有再给他继续下去 现在有一个原住民的团队非常具有水准对不对 报告委员 其实呃委员刚刚所提到的这一项事实上是在原民会他有一个扶植团队 而总统政见的这个部分也是由原民会这边来执行 您不要告诉我原民会啦 为什么一定要交给原民会 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了文化发展维护原民会只有九千万 九千万里面呢他要负责他的人事费用 他真正能可以可以用的是五千万 五千万呢还要给县市政府去执行 五千万呢要负责十四个原住民族 然后五千万呢还要培植小团队 请问一下我们要培植一个国际团队 每年政府要给他多少钱 请主任 部长不好意思请您休息 主任请问一下 我们要培植一个所谓的代表台湾出具的国化 国际文化团队 一年要多少钱费用 报告委员这一个部分其实我没有办法回答 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部里面艺术发展 是在扶植团队的业务上 好那谁可以给我回答 谁可以给我回答要扶植一个国际团队出去 要多少的费用 那个委员要要了解说您所谓的培养一个团体出去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所列出的四个团体是有很长的历史 他一直是公家的所谓公家支持的团体 那另外呢我们透过补助跟奖励扶植的团队 很多也是国家籍的 你包括员武者这个这个团体就 我们就有文件会时代就有蛮大的扶植 那现在在文化部呢也有很多原住民的团体 譬如说我们补助他去大陆 补助他去国际的演出 部长这些也有国际的规矩 部长我都了解了 我在立法院已经11年了 本席今天为什么要这个气不出在你身上 要出在他们身上 因为这些公务人员已经在这很久了 您是刚刚上来的 那部长我必须要提醒您 只要一谈到原住民的文化 他们就推给原民会 这一直以来就是文件会的态度 然后呢刚刚本席告诉你了 原民会的预算一年九千万而已 作为文化推广发展 九千万扣掉一大半的人事费用 只剩下可能五千万他可以用 五千万他要负责十四个原住民的族群 五千万他要负责 百这个五十四万原住民的人口 所以是不够的 所以本席说 如果大家不排斥 原住民的文化是能够 最能够代表台湾出去 跟大家说 我们是代表台湾 当然就是原住民的文化 为什么这四个不能够增加一个是原住民的呢 原武者我们大家都已经培养了那么久 难道他不够水准吗 他如果能够够水准的话 是不是能够来编列为四个其中的一个呢 变成五个呢 部长这您好好思考好不好 高经委员这样好不好 对于原住民的重视 以及现在文化部新的成立 我们回去好好地思考一下 怎么样表达我们对原住民的重视 做一个整个的盘点 然后之后以后再跟您沟通 再跟您请教 部长我信任您 我相信您 您一直不断告诉我大声说 今天我很大声 所以呢 我希望真的文建会 你们以前的那些官僚的态度 请你们抛弃 因为今天部长 是希望原住民的声音够大声 也希望原住民能够代表台湾出去 为台湾这块土地 好好的争光发光 所以部长 本席信任您 请问多久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坐下来讨论 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 因为现在真的是 我们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让我们 等到这个会期真的结束了 我们做业务的新的预算下来 我们做整个真正的业务的大检讨 这还牵涉到我们也要多一点去了解说 那么原明会 它本身已经有哪些措施 我们去避免重复跟重叠 资源的重叠 就给我们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盘点的结果来跟您请教 好 部长我必须要提醒您 以前讲到原住民的文化 文件会以前就推给原明会 好像意外 意思就是说原住民不是我们国家的 它好像是话外知名一样 所以本席信任 希望部长您上来以后 告诉你们下面的这些部署 请他们不要这个想法跟概念 原住民也是属于中华民国人民 所以当然文化部的资源 他也是可以利用的 好 谢谢 那当然我们回去以后 谢谢龙部长 我们部长请回